你需要知道几件事情 第一个你要给Google Map经纬度的讯息 那我要怎么取得经纬度呢 第一个请各位搜寻 在上面搜寻台北海洋技术学院淡水校区 搜寻到之后的话呢 找到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A的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海洋技术学院的位置 那它的经纬度要怎么查到 很简单 直接在A的上方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 这边会出现什么 这里有什么 这里有什么把它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箭头 箭头上面是不是有个什么 经纬度了 有没有看到 那上方也会出现 经纬度 不过特别注意 前面是什么 是纬度还是经度 也没错 前面是纬度 后面是经度 所以特别注意 顺序不要搞错 前面是纬度 后面是经度 那特别注意 它的单位一定是到小数点的第几位 第六位 特别注意 一定是小数点第六位 可是呢 Google地图它要的数据 它要的数据 不能够有小数点 也就是说 你要把这上面的数据 把它转换为整数 并且乘上10的六次方 让它变成没有小数点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我要怎么样把这个数据丢给那个Google Map 它才会接受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我们来看程式部分 程式部分呢 里面我们会需要用到一个什么 用到一个叫 GoPoint的部分 GoPoint 那GoPoint呢 我这边建一个GoPoint 这个Point的名称 比如说叫什么 T 我们的那个说 TCMT TCMT 比如说我建一个TCMT 这个就是我们学校的GoPoint TCMT 那这个GoPoint 特别注意哦 我GoPoint上面必须要汇入一个这个类别 所以上面会有个GoPoint OK 那这个GoPoint呢 我给它一个TCMT的一个GoPoint 一个点 对不对 New一个GoPoint 那我必须要给它两个值